我被猎人们逼到悬崖边 他们一键将我打落到黑钥匙平台上 还告诉我头顶有200个发射器 他们将会在15秒后发射致命毒药 这就意味着留给我做决策的时间很短 先看看我能做什么吧 方块太少了 就算是搭桥也不够用 时间仅剩5秒 只能试试这一招了 卡在最后3秒点燃TNT 这样就会在药水发射的瞬间爆炸 Nice 成功了 爆炸的威力使得毒药根本靠近不了我 猎人们先是震惊一下 很快又嘲讽起来 岩浆是会上升的吗 刚出狼嘴又入虎口 现在黑钥匙平台只剩三层了 再上升三次我就完蛋了 希望这两个紫松果能把我送到对面去 站在离对面最近的地方 一口吃下去 我居然连动都没动一下 再试一次 这次虽然有了传送 但我又回到了原地 怎么办怎么办 上面有一些沙力 我有了个好点子 我还有一些TNT 如果我建造一个TNT大炮 或许就可以把沙力弄下来 然后我就有垫脚的地方 来吧 两个TNT布置完毕 给它们装上按钮然后激活 两个都点火完毕 赶紧站远一点 可效果却差强人意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就这样我浪费了六个重要物资 现在包里只剩一个下戒岩和蜘蛛网 而且岩浆再次上升了 黑钥匙只剩下两层 我一转身差点被吓个半死 墨影人就在我身后 可我手无寸铁根本打不过他 只剩一格血了 我慌不择路地在外面铺了一个下戒岩 突然我发现 站在这里他拿我根本没办法 现在只有我打他的粉 求求你快落墨影珍珠 实在不行我给你可以了 可期待的墨影珍珠还是没出现 我现在真的想大哭一场 没来得及哭岩浆就再次上升 此前把牛排吃了 吃好喝好等着上路 我忽然发现了可爱的狱卒兽 我不对 是卒兽 趁他靠近 我把马鞍放在他背上 接着坐了上去 很好 接下来送我到岸边就好 冲冲冲 狱卒兽 突然我听到321发射的声音 下一秒我就被击落跌入岩浆 可我却误打误撞掉入一个深坑里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让我看看福是什么 JC的仓库 对了 前不久我还送给他一双感染靴子 我要向猎人们复仇 将他们统统驱逐出去 我需要将靴子拿回来 不过眼前的这个岩浆迷宫 我必须十分小心 只要碰一下我就一命无虎了 小心翼翼之下 我终于穿过迷宫 抵达了JC的仓库 突然我看到JC的名字 他现在正在过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猎人帮的成员 只好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好在火板门能帮我进入小洞里 在JC的通话中 我得知他已经退出猎人帮 而他刚才把感染靴子 放进墨影箱了 我可以出去了 但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困住了 完了 我把自己亲手关进一个迷你监狱里了 挖掉火板门吧 重新放置一下试试 可无论我怎么折腾自己就是出不去 猎人的声音突然出现 千万不能被发现 让我看看酿造台有什么 还好有隐形药水 我刚喝下猎人们就来了 JC你已经退出帮派了 私人物品 你们无权拿走他 就因为JC没交出靴子 他就被猎人们关进了监狱里 这不就和我的遭遇一样吗 猎人们走了 我得赶紧出来 头顶还有一个箱子 里面的东西竟然如此丰富 看到即是缘分 我只好全部收下了 我的隐身时间刚好结束 猎人要是再玩走十秒钟 我都要完蛋 掏出墨影珍珠 一个传送我就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去地下看望JC JC你把感染靴给我 我就救你出去 你先救我出去我再给你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和JC组成同盟 接着我点燃TNT 然后稍微躲一躲 三秒后JC出来了 他直接去墨影箱里取出感染靴 丢在我的面前 Nice 有了他就能让猎人们好看了 JC警告我必须赶紧离开 猎人们很快就会回来 快跟着我 又要走那条岩浆迷宫了 而这次有JC带路我就轻松多了 可谁知下个转角JC就被岩浆烫到了 我也没能幸免 别担心死不掉 说实话 JC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可惜刷子没毛 我刚才来的时候怎么没发现有军械骨 就当我们要出去时 迎面碰到了猎人们 猎人帮一见面就找我们要靴子 JC听了直接回头跑路 见状我立马说靴子在JC呢 对不住了JC 等我穿上感染靴子 我会帮你报仇的 就当我想脱掉金靴时 我发现靴子中了捆绑症 这就意味着我不可能脱掉它 唯一的办法只有等耐久路掉光 受到伤害是可以掉耐久的 我需要不断地从高处掉落 现在只剩七点耐久了 大哥们靴子真的不在我这 我们可以谈谈吗 显然猎人们的耐心被耗尽了 可怜的JC兄弟就这样一命呜呼 发现没有掉落感染靴 猎人们终于相信了JC的话 他们也意识到靴子就在我这 此时的我还在费力地毁掉金靴 突然我听到猎人的声音 回头一看吓得我魂飞扩散 把腿就开始狂奔 被他们抓到简直比死还折磨 还剩五点耐久 我必须敢在被他们抓到 之前毁掉身上的靴子 我不断地在各种地形中和他们周旋 可无论我怎么跑都甩不掉他们 他们追得越来越紧了 我只能放手一搏 跳下去 接着将马安装在赤足兽身上 然后再骑上去 猎人们在上面快要急死了 我知道机会来了 金靴只剩三点耐久 居然还没坏掉 突然一位猎人出现在我身后 手无寸铁的我只能用手巴拉他 快跑快跑 我必须做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先放一个TNT 接着不断地铺设脚手架 然后走到最远端 勾引猎人过来 我再扔出墨影珍珠 当我落地的那一刻 直接掏出弓箭一箭射中下面的TNT 猎人直接就掉入岩浆池内 终于甩掉所有猎人了 此时金靴已经完全损坏 哈哈成功了 穿上感染靴 先走两步感受一下 所到之处全是核污染 这种感觉太妙了 三天的时间我走遍整个夏季 仅剩的三位猎人还在不断地抽搐 很快他们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这是时间法杖 他能够使时间倒流回到过去 我非常需要他 因为我想回到曾经平静幸福的生活 但时间法杖已经被猎人看管起来了 这天我终于找到和法杖独处的机会 可我闯进去才发现 自己是个大冤种 这是个假的法杖 只不过外形一样罢了 原来这只不过是猎人们的陷阱 真正的法杖刚才就在我头顶 我苦苦哀求他们别杀我 我只不过是想复原我的房子和旺财 可他们却把我关进黑药时间狱 头顶没有被封 或许我可以搭高上去 就在我要成功时 猎人一脚将我踹了下去 不太妙 上面一直都有人坚守 而且我根本打不过他 补充状态使我注意到对面的大锅 里面居然还有水 我需要造一个水桶 但我连工作台都造不出来 对了 我可以打掉这个木板 接着拿出钓鱼杆 把它甩过来 Nice 现在可以造工作台了 然后再造出熔炉 我有四个铁粒和两个铁块 材料不够 只能忍痛哥爱把铁甲熔了 突然我听到猎人的对话声 他们居然找到了我的秘密基地 并且要把那里的时间逆转 这就意味着我会失去所有东西 简直是欺人太甚 我必须赶紧离开这 我造出铁桶 接下来就是去装水 什么情况 锅里的水没了 可恶 我被骗了 我能拿到这个箱子吗 吊杆够不着 我还有一个TNT 或许我可以炸毁箱子 然后将箱子里有用的东西吊过来 压力板放置完毕 铁桶已经用不着了 干脆就扔上去吧 TNT被激活 爆炸声响起 这里有木箱和铃铛 我注意到角落的墨影珍珠 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吊杆只剩三点耐久 我只有一次机会 甩出吊杆 成功了 希望上面只有刚才的那个守卫 豁出去了 可我一落地就傻眼了 趁他们不注意 我迅速拿走旁边的紫松果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我是良民 不可能的想都别想 听到上面嘈杂的脚步声 我知道这次他们真的走了 我现在唯一能用的只有这两个紫松果 希望我吃下它能把我送到对面去 第一个果子原地传送 只剩最后一个了 这是哪里 好像是个地下室 突然我听到有脚步声 吓得我立马钻到蜘蛛网里 十秒钟后两位猎人走到我的面前 他们手里拿的正是时间法杖 等他们走远后 我爬了出来 在前影盒找到一个时间法杖说明书 迫不及待翻阅起来 现在我已经了解了时间法杖的运行规律 此时的猎人们正唱着歌跳着我 前往我的秘密基地 他们使出法杖后 我的秘密基地也回到解放前 猎人们发现手里的时间法杖也消失了 他们的村庄太大了 此时的我还在迷路中 我注意到背包里的假法杖不见了 它是什么时候回去的 天啊 我明白了 时间被逆转的同时法杖也会回到原地 我跑去查看 果不其然 真的法杖就在这里 哈哈 终于让我得逞了 我立马就开始操控法杖扭转时间 可他却告诉我还有15分钟的冷却时间 这可不太好 而且猎人们已经回来了 坏了坏了 得赶紧藏起来 或许酿造台能给我办法 我拿到隐形药水 立马就喝了起来 终于在最后一刻我成功了 诅咒你看不见我 一个蟒夫对着空气挥剑打到我身上 我转身打碎玻璃 接着跳了出去 我一路朝着猎人们来的方向狂奔 跑出大门后我藏在一旁 还好没被他们追上 趁此机会快跑快跑 为了拖延时间让法杖冷却 我回到自己的二号基地 这个城堡里处处都是陷阱 只要猎人来了绝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在瞭望台我发现他们已经找到阵 冷静下来 见到第一个人来了我直接丢出法杖 随后打开隐藏机关 直接就让他坠入黑药石陷阱里 困住一人 赶紧转移到第二个机关那儿 你过来啊 第二个人吃到了我的杀力陷阱 接下来就是去楼顶 怎么有人是飞过来的 坏了没算到这一步 不慌不慌 让你常常弹跳机关 我直接将他送上九霄 最后就是通过秘密通道离开这里 可我打开机关后突然发现不对劲 原来这里早被猎人们改造过了 在四分钟后你不交出时间法杖 我们就会放水淹死你 死了心吧 我不可能交给你们的 让我再试一下 可仍然有着八分钟的冷却时间 来不及了 四分钟后放水我必被淹死 我必须想办法出去 这里有一个小空隙 重新放置这个火板门 然后我就可以游过去了 可对面的房子里居然有人在看守 我只好赶紧退回来 我需要转换战略 背包里有些树叶和矿车 有了 我用树叶先搭高 一直搭到最顶层 放置一个泥土块 然后放上铁轨和矿车 接着再坐上去 虽然我变成游泳姿势了 可我还是出不去 看来矿车计划并不行 现在只有两分钟时间了 快快思考 或许我可以玩手隐身术 放上一个泥土块 以及一些哭泣疼难 然后我再爬上去 外面巡逻的猎人没看到我 开始呼喊增援 哈哈 计划成功了 可我忘了后面还有一个猎人能看到我 就这样我的计划又失败了 我真的失服了 还有不到一分钟 我看看酿造台有什么东西 一个下界游 我可以把玻璃瓶装满水放进去 或许我可以做一个水费药水 但我还缺一条河豚 只要有水就难不倒我钓鱼了 十秒钟后 我钓出一条河豚 真是天助我眼 我赶紧把河豚塞进酿造台 只剩三秒钟了 药水已经造好 倒计时结束 他们开始放水了 接下来就是秀演技的时刻 我立马在水中使劲地呼喊 听着他们快乐地笑声 我慢慢朝着上面游去 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我喝下水非要水 接着躲在最上面 然后我不断地扔出自己的物品 玻璃瓶在水下很像金燕球 我在输入自己死亡的消息 希望能骗过他们 果不其然 他们开始上当了 开始游到水中寻找法杖 趁着他们刚上去 我立马钻到水下的入口那里 终于逃出来了 找的角落藏起来 悄悄使用时间法杖 可依旧有三分钟的CD 猎人们没找到法杖 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开始在外面搜寻起来 由于对地形十分熟悉 我不断变换思角 他们根本找不到我 此时一位猎人长到这里 我迅速藏到两个柱子之间 还好他没有往这看 简直是太险了 趁他走远 我赶紧转移位置 最后坐上水梯 就可以抵达地面了 突然我和他们四目相识 不会这么巧吧 快跑啊 我直接反方向逃跑 前往猎人的村庄 因为我知道村庄中央的水塔 能帮我拖延时间 猎人们离我非常紧 抵达最高点后 我用出时间法杖 一瞬间他们就被定住 接着时间倒退 他们已超出常识的动作后退 最后直接回到出生之前 整个村庄也开始消失 终于给爱宠望才报仇了 又是惊险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